少年坚持挥剑14年 终于把剑是最简单的招架技能炼之无敌 随便一击就能弹飞一千把木剑 甚至余波都传遍了整座森林 男主名叫诺鲁 出生在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 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日复一日照顾生病在床的母亲 但母亲不想拖累男主 于是在临终前告诉儿子 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果然当天晚上母亲就永远离开了他 在把母亲安葬在父亲旁边后 男主还得继续生活 虽然吃穿不愁 但他不想再平凡下去 偶然间他翻看父亲的日记 回忆起父亲曾经说过 冒险者能击败巨龙 用魔法解除诅咒 又或是寻找治百病的灵药 会为了同伴击败邪恶 这些故事让男主心吃神网 于是他决定去当冒险者 临走前将牲畜的饲料全部准备好 然后又去祭奠了父母 这是男主第一次进城 他鼓起勇气走出了守护的结界 经过几天的跋涉 终于看到了繁华的城市 在守卫那里问出了冒险者公会所在地后 男主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东张西望 终于来到公会门前 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来到前台 和大叔说明自己的来意 得知男主父母双亡 大叔有些同情他的悲惨遭遇 于是便让他去直接培训所 想加入冒险者公会的人 都可以在那里接受训练 等学会几招技能再回来找他 听到这话男主立刻出发 来到剑士培训所学习技能 可无论他怎么挥舞手中的木剑 都无法获得技能 几个月后老师实在受不了了 这么久只学会了弹开攻击的招架 再继续练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不如去试试别的职业 剑撞男主只好来到战士训练所 虽然他训练努力 但几个月后老师还是劝退了他 因为只提升这么点肉体能力 强行走下去恐怕很快就会丧命 猎人职业同样不适合男主 想当盗贼还学不会那些技能 魔术学了几个月 也只学会了一招微火术 最后在僧侣训练所学会了治疗擦伤 像样的技能一个都没学会 工会大叔简直不敢相信男主能这么肥 他没办法让不会技能的男主登记成为冒险者 此话一出男主也只能失落地返回家中 把事情的经过和父母说了一遍 如果自己没有才能的话 那就只能投入更多的努力进行训练了 男主用小刀削了一把木剑 见识老师曾经说过 只要不断锻炼某一项技能 就有机会学会新的技能 于是他每天都在这里练习招架 苦修一年终于能弹开十根了 三年后更是能一次弹开一百把 虽然没有学会新技能 但男主还是没有放弃当冒险者的梦想 他决定更加努力进行严格的训练 就这样又过去了十年 现在他只是轻轻一挥就能弹开一千把木剑 可这么长时间依旧没有学会新技能 男主决定最后再去挑战一次 于是果断背起行囊来到了冒险者工会 看到他掌握的技能 前台妹子有些傻眼 打算让他去培训所学习一下 但听到男主说课程全都上过了 妹子顿时就有点不好意思 他没办法帮男主登记成为冒险者 男主热情地和大叔打招呼 大叔仔细看了半天才把他认出来 交谈期间得知男主一直在独自训练 大叔告诉他冒险者也有等级之分 最高的是S级 最低的则是一级 一级冒险者要求有一个以上的实用技能 但男主不符合这个条件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其实一级下面还有一个F级 只是F级冒险者不能接讨伐类的委托 需要离开城镇的采集类任务也禁止承接 唯一能接的只有镇上的打杂任务 大叔以为天底下没有会为了接这类委托 特地成为冒险者的笨蛋 况且还得被工会抽取部分报酬当作中介费 因为那本来就是为了给接上乞丐的工作 但没想到男主根本无所谓 直接就让大叔替他登记 拿到F级冒险者的执照 男主开心的眼睛都放了光 他直言欠大叔一份人情 接下来的时间里 男主用从训练所学会的技能帮居民的忙 就算抓猫受伤他也能用治疗恢复 并且每天都坚持练习招架 很快男主就和小镇居民打成了一片 他成为冒险者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梦想 以现在的实力想再追求更多可能就太奢侈了 可就在这天 男主照例接委托干了一天活 直到黄昏时分才终于完成 突然他看到远处闪烁的光芒 并且还有妹子在呼救 男主没有犹豫直接跑去帮忙 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被绑着的少女 以及拿着巨斧的恐怖牛魔 牛魔拿着武器缓缓朝妹子靠近 骑士们打算吸引牛魔的注意来为妹子争取机会逃跑 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眨眼间这些骑士就被砍成了碎块 眼看牛魔挥动巨斧要取妹子性命 关键时刻男主来不及多想 赶忙捡起宝剑朝牛魔扔石头吸引仇恨 果然不出所料牛魔转头过来追男主 并且这家伙的速度快得离谱 被弹飞的牛魔很快就站起身挥舞巨斧朝男主攻击 沉重的攻击让男主意识到只要被打中一次就死定了 他完全找不到空隙反击 就算有机会反击自己也没有攻击技能 突然男主发现妹子还待在原地 牛魔被戒指亮起的红光蜥蜴 再次挥舞巨斧朝妹子冲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发动潜行技能挡在妹子身前 使用招架弹飞了巨斧 手中的宝剑不堪重负成了碎片 就算无法成为冒险故事中的主角 这才是冒险者应该做的事情 事后男主深藏功于名 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告诉妹子 默默离开这里返回城镇 他心中不由地开始后爬 对手连魔物都不适 光是镇上的一头牛就这么强 男人苦练最简单的招架技能14年 竟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无敌的存在 并且第一次出手就击杀牛魔就出了一个妹子 但她不知道的是 妹子的真正身份竟然是王国公主 此次过来没有带护卫 是因为她要进行王位继承仪式的试炼 原来被召唤出来的牛魔名叫米诺陶洛斯 这种魔物本应该栖息在迷宫最深层的深渊中 也就是说这次事件是人为引发的 魔圣欧肯经过调查 发现死去商人戒指上的魔式纯度极高 是位在市场流通的道具 米诺陶洛斯是特A级魔物 能封印她的道具一般资本家根本搞不到 欧肯从残留在魔石的魔法文推断 这一枚戒指应该是来自魔导皇国戴利达斯 在召唤的同时还谨慎地先用结界困住公主 而且连毁灭证据的打算都没有 对方的目的不光是暗杀公主 甚至还企图让他们主动挑起战争 最终得到迷宫资源不归迷宫的遗物 而就在这时雷音感叹起了男主强大的实力 用一把量产的剑在几十秒内击杀特A级魔物 还能甩掉隐秘兵团的追踪 他越来越好奇男主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与此同时 做完委托的男主又来到了冒险者公会 听会长大叔说昨天有魔物出现在迷宫的入口 然后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将其击败了 男主突然有些庆幸 还好昨天他遇到的只是一头牛而已 领完工作报酬 二人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昨天被救的妹子找到了男主 他利用远程探查系的技能这才找了过来 除了主职业魔术师 其他六大系统的技能他也都学过 但这些在男主这样的高手面前根本只是班门弄斧 周围冒险者全都认出了妹子的真实身份 为了不扩大影响 妹子想和男主去外面聊 他会用遮音和隐蔽技能防止交谈内容外泄 临走前会长再三嘱咐男主不要冒犯到妹子 等来到没人的地方 妹子这才说明来意 他想要和男主好好道谢 救他的性命就等同于拯救了众多国民的宝贵生命 如果不是男主及时赶到 那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所以妹子想竭尽所能给予男主谢礼 可男主却说刚才的道谢就已经足够了 见男主由言不敬 妹子竟当场哭了出来 表示男主有接受他谢礼的义务 如果不答应的话那他就不走了 这番话让男主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求别人同意他接受训练时的场景 于是男主决定去见见妹子的父亲 为了不引人注目 妹子施展隐蔽和阻挡探查 随后便将男主带到了一座城堡 在聊天中男主才知道妹子叫灵 通过观察周围他推测对方是资产家或是贵族 还没等男主再往下想 一个穿着盔甲的女人就迎面走了过来 见状灵直接上前询问父亲在哪里 顺便将男主的身份告诉了女人 可几人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红毛 这家伙不由分说就将武器对准了男主 虽然女人让他不能无礼 但经过身边时他让红毛跟着一起 护卫越多越安全 而另一边的国王刚和戴力达斯皇国进行了谈判 对方丝毫没把不可侵犯条约放在眼里 直接让他们交出迷宫的所有权 这样皇国才能出界武力帮他们改善立场 听到这话国王果断拒绝了对方 就在父子二人谈话之际 灵带着男主走了进来 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父亲 国王对男主的仪容并不在意 不懂场合该有的礼仪也没关系 因为这样谈起话来会更容易 国王握住男主的手再次表达感谢 男主本打算接受完谢礼就回家 可国王却让他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无论是领地还是金钱都可以 听到这话国王打算送男主来自迷宫的财宝 身为拥有世界最古老迷宫的国家 迷宫出土的各种珍稀宝物都存放在宝物店 男主可以拿走宝物店的一半财宝 可男主依旧表示自己不需要 见他没有任何欲望 国王索性转身拔出了自己王座后的巨剑 打算将这个送给男主 雷音想劝说父亲收回成命 但国王却说他早就已经凝退了 巨剑现在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送出去总比让他继续沉睡好多了 用之前锻造的纺织品替换也不会有人察觉 国王说他是自己在旅途中捡到的 所以并不是贵重物品 听到这话男主才终于放心收了下来 国王让他试着挥舞看看 看到男主能单手挥舞 国王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他想让男主帮忙稍微锻炼下灵 毕竟最近到处都不太安宁 但男主却说自己没什么能教的东西 而且这种事要由本人决定 维恩父母也不能过度干涉子女 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一直在研究巨剑的用途 突然他就发现 健身和委托的排水沟差不多宽 这样也许就能提升清理水沟的效率了 可就在男主思考的时候 穿盔甲的女人找上了他 然后单膝跪地为自己之前的无礼到了前 希望男主能原谅他 通过交谈男主才知道 女人名叫伊尼斯 是隶属于克雷斯直属的战士兵团副团长 他在年少时期就获得了神盾的称号 所以一直负责保护灵 就算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既然男主拯救了灵的生命 那也就等同于拯救了他的生命 今后他将竭尽所能为男主提供助力 男主不好拒绝只能先接受对方的心意 但伊尼斯突然话风一转 说起男主刚才在夜间听不懂理 今后必须要改变 尤其是在其他家臣面前千万要自重 告诫完男主这些事后 伊尼斯希望知道恩人的名字 男主刚目送伊尼斯离开 转头就又被红毛拦了下来 他想和男主切磋几招 见识一下传说中英雄的实力 男人苦练招架技能14年 在不知不觉间到达了无敌境界 传说中的枪圣甚至连他的衣服都碰不到 然而就在两分半前 黄毛找上男主希望进行模拟战 为了尽快回家洗澡休息 男主只好跟着对方来到训练场 拿过一把木剑当作武器 战斗刚一开始 黄毛就快速出招攻向男主 可男主在原地不停躲闪 轻松就将攻击全部躲了过去 见状黄毛不再留守 打算把男主逼到空中 然后找机会取胜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男主以为黄毛的实力不过如此 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刻苦训练 或许能赢过对方 黄毛的这一击又打空了 还没等他说话 男主就率先开口认输 说自己已经明白了 再继续打下去也没有意义 他很期待二人下次再见面 随后男主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突然黄毛发现训练场的地面 有多处损坏 通过这场战斗 吉尔对男主提起了兴趣 其他人认为他在模拟战 没有使出全力 要是打实战的话 男主早就没命了 原来吉尔是百年难见的天才 他在长枪上面有着极高天赋 很快就打遍村子没有了对手 他感觉生活有些太古无聊 所以便到各地游历寻找强者 期待能遇到比自己更强的人 但王都的强者基本上他都打败了 甚至连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也找不到 最近各国间的力量平衡逐渐崩溃 希望得到财富和名誉的强者 在王都云集 所以吉尔再次回到王都 这段时间他除了狩猎魔物以外 就是每天在兵团和新加入的强者战斗 虽然遇到了比之前更多的强敌 但这些人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追求的强度 明明被授予了强盛这个荣耀的称号 可他却高兴不起来 如果有更多像剑圣师傅一样的强者 那无聊的生活才会更有意思 随即吉尔询问师傅 每天指导一些用小拇指就能打败的士兵和冒险者 难道真的会开心吗 听到这话剑圣却表示大家都是王都的守护者 就算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打赢战争 而且未来一定会有比自己更强的人出现 另一边男主正在回味刚才的战斗 以为他能躲开那一击 是因为吉尔故意放慢了速度 不想让他丢掉小命 男主感觉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 必须进一步努力锻炼才行 于是第二天他照例去工会接委托 然后用大剑清理水沟 果然有衬手的武器就是不一样 清除脏污的效果非常好 可最近F级的委托有点少 导致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还没等男主想好要干什么 林就找了过来 希望成为他的仆从 也可以说是助手或者徒弟 听到这话男主直接拒绝了林 他没有能教别人的东西 无论妹子怎么哀求 男主都不为所动 林委屈的都快哭了 为了让男主相信他是真心求教 林甚至将自己能使出来的 最强魔法都用了出来 紧接着是盗贼系的奥义 剑士的圣级技能 但看到这些后 男主更不让他败事了 因为自己真的没有才能 连维火术都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他职业的技能也和这差不多 看到这一幕林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当代最强的魔法师 藏在普通人中的大王 他将来要和兄长一同领导这个国家 所以现在必须想办法得到男主的认可 把自己过去的骄傲全部扔掉 争取早日被男主收为徒弟 在此之前他决定当个跟屁虫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明明哥布林只是冒险者 用来测试身手的低筋魔物 可他面前的这一个缺压迫感十足 怎么看都不像是简单的货色 但为了完成委托 男主还是硬着头皮准备和林将这家伙解决 毕竟国王送给他的武器非常结实 这把黑剑是国王还是冒险者的时候 和六胜一同潜入不归迷宫的最深处 耗费数年才发现的最珍贵的宝物 其刀身是由未知的物质构成 不论用什么方法都留不下任何伤痕 于是给他起名为不坏之剑 可奇怪的是 黑剑上面竟然一直处于伤痕累累的状态 国王将如此宝贝送给男主 雷英猜测父亲察觉到了国家即将迎来大危机 所以才将希望寄托在了男主身上 而另一边男主带着林上街买早餐 吃过饭后二人来到工会接委托 会长奇怪为什么二人会在一起 但由于不深究别人的隐情是这里的规矩 所以会长并没有继续询问 两个人组队接委托的话 身为B级冒险者的林可以带着男主去消灭哥布林 听到这话男主大吃一惊 哥布林可是冒险者们用来测试身手的怪物 他终于能到城外执行任务 虽然依靠林的冒险者等级有点没出息 但男主还是很高兴自己终于能实现一个梦想了 哥布林位于魔兽之森 带回来哥布林的诱饵才能拿到报酬 事不宜迟 男主带着林立即出发 用委托书成功打开了城门 冒险者会定期控制哥布林的数量 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 魔兽之森也是新手冒险者的训练场或收入来源 雾气越来越重 哥布林换作平常应该早就出现了才对 突然他察觉到附近有魔物的反应 可到地方二人却没发现魔物的身影 甚至连气息都消失了 男主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空中近诡异的有半截哥布林的尸体 剑状灵果断用魔法消除前方的隐蔽结界 一只额头镶嵌着红宝石的巨型 哥布林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男主懵逼了 不是说哥布林是最弱的魔物吗 这怎么和传闻完全不一样 但他依旧没有丝毫怀疑 毕竟面前的魔物特征完全和哥布林一样 不得不说男主的脑回路简直逆天 看到林害怕的表情 还以为他没有实战经验 于是男主开口安慰林 对方只是哥布林而已 他们联手肯定能将其击败 可实际上哥布林皇帝不是普通的哥布林 而是被封为灾害级的哥布林王的亚主 哥布林皇帝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魔物 诞生自现今已被禁止的非法研究的禁忌的智慧结晶 而且这只还吞食同类吸收魔力大幅增强了力量 林还以为男主是感应到他的存在才过来的 之前对消灭哥布林的任务表现出的天真喜悦 是为了秘密排除危险所演的一出戏 二人刚做好战斗准备 对面的哥布林皇帝就拿着树干冲了过来 还好攻击全都被男主用招架技能挡了下来 见状哥布林皇帝想将他逼入绝境 但男主反应迅速 用招架技能弹开树干让哥布林皇帝陷入僵殖 趁此机会林吟唱魔法射出锋刃和冰锥 可哥布林皇帝的动作十分敏捷 轻松就将攻击全部躲了过去 并再次扔出树干朝林砸来 虽然有男主帮忙抵挡 但哥布林皇帝的攻击太过频繁 很快他就有些体力不支 突然林发现哥布林皇帝的回复速度快得离谱 秘密应该就在额头上的模式上 只有将其取下来才能获胜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哥布林皇帝抱起三根树干朝男主扔过来 紧接着他又正面扔出了一根树干 男主的招架技能没办法将树干全部弹开 幸好他不是孤军奋战 林的天才名号可不是白教的 随便一招封魔法就将树干全部吹飞 虽然哥布林皇帝因此受了伤 但他通过魔石的治疗很快就痊愈了 在这样下去男主和林的体力会先被耗尽 经过短暂的思考 男主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林朝他的背后使出刚才那招 他会用黑剑进行抵挡 这么一来速度才能追上哥布林皇帝 林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在封魔法的冲击下 男主直接就被打飞出去 他用身体强化和前行躲开了 哥布林皇帝扔过来的树干 然后使用微量治疗恢复身体 等快到哥布林皇帝身前的时候 双脚发力跳到空中 一件狠狠劈开树干砸中额头上的魔石 没有魔石的哥布林皇帝陷入了疯狂 剩下的收尾工作男主交给了林 希望他能不让哥布林皇帝受到太多痛苦 林听话照做 用火焰将哥布林皇帝直接烧死了 男主以为哥布林都这么强 所以他打算等精进一波实力后再来挑战 事后高纯度的魔石被送到了雷鹰手中 这次的哥布林皇帝体型比哥布林王都大好几倍 幕后黑手八成还是魔倒皇国 于是雷鹰下令 让隐秘军团继续调查这三个月来发生的可疑事件 与此同时 男主和林也返回冒险者公会交任务 两个人都谦让说对方是讨伐主力 自己只是帮了一点小忙 可提到哥布林的时候 会长越听越不对劲 怀疑男主讨伐的根本不是哥布林 所以他让二人用证明讨伐成功的哥布林诱饵来换报酬 但男主和林却一脸尴尬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上一秒自己还能和魔物打得五五开 结果下一秒他就开始蹊跷流血 毒素不受控制蔓延全身 由于雷鹰怀疑国家各处被敌人渗透 所以他命令手下召集六胜前去调查 而另一边的男主正拿着工会会长给的报酬 带着林在路边享受美食 林今天打算回家一趟 可就在这时雷鹰找了上来 拜托男主明天一早和林前往山越地带的城镇 他会准备马车以及一名护卫同行 具体情况现在还不能说 男主没有多想直接答应了下来 接委托还能顺便旅行 运气好的话还能去其他国家逛逛 对面的林却心事重重 有些不明白兄长的用意 林出发前雷鹰让他们朝山越地带特罗斯前进 如果期间没有什么异状就去林国的教皇国 男主只需要跟着就行 可林的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护送他们的正是伊尼斯 雷鹰告诉他要是收到了王都毁灭的消息 就带着林和男主一起逃往教皇国 此事林并不知情 因为林知道王都有危险的话 那他一定会留下来 中途休息的时候 伊尼斯表示会保护好男主 他的神盾能挡下大多数的武器和魔法 突然男主想起来上次吉尔说过他能独自打倒龙 既然伊尼斯的实力和吉尔不相上下 那肯定比自己强非常多 男主感叹伊尼斯拥有了不起的才能 听到这话伊尼斯不禁回想起了小时候 他被孤儿院收留后不久 就注意到了自己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同伴不小心被划伤手指 通过六圣的讲解他才知道 这是上天赐予的恩宠 而且还是史上稀有的恩宠 既能成为斩裂他人的利刃 也能成为挡下一切的盾牌 是用法而定甚至能轻易毁掉一个国家 顿圣让他不用担心 自己会教他学习运用力量的方法 于是在顿圣的教导下 伊尼斯很快便能将力量运用自如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沉浸在自己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恐惧中 开始和其他人保持距离 不想因此影响感情 可当听到男主的名字时 伊尼斯还是动摇了 因为顿圣不止一次提到男主的名字 伊尼斯认为能让顿圣肯定实力的人 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他心里甚至涌上了一丝极度之情 但理智告诉伊尼斯不能被情感所干扰 突然男主发现麦田上有道奇怪的痕迹 就像是被踩踏出来的道路 他将此事告诉了二人 见状灵赶忙让伊尼斯停车 随后朝远处释放消除隐蔽的魔法 果然不出所料 里面正是一只魔物 与此同时 王都各地也出现了大量魔物 雷鹰根据汇报开始调兵 势必不让任何市民牺牲 国王明白这一切都是魔导国在捣鬼 六圣被派出去对付强大的魔物 根本没办法回来帮忙 主力都被分散 国王也感到有些头痛 他们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 而另一边灵打破隐蔽结界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少年 眼看黑死龙准备下杀手 男主没有犹豫 拿起巨剑就冲了出去 如同天神下凡就下了少年 随后不断使用招架技能 和黑死龙打到了一起 远处的伊尼斯认为 少年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巧合 突然灵想起来 兄长曾经提到过魔族 虽然外表和人类相同 但却是拥有能与魔物 心灵相通的特殊能力的亚人族 比起人类更接近魔物的他们 是一群被视为禁忌的存在 两百年前曾有记录 指出他们操纵凶暴的魔物 把教皇国逼到兵临毁灭 魔族因此被人类赶尽杀绝 可经过调查 雷鹰发现还有魔族的后裔狗活 他们对人类肯定抱有强烈的恨意 林意识到黑死龙是被这名少年带来的 正常来说 七夕在沼泽地的魔物 是不会来到人类居住的地区 对方应该是想将黑死龙带到王都 但少年由于踪迹被消除隐蔽曝光而分身 所以黑死龙才意外摆脱了精神控制 伊尼斯认为男主出手帮助敌人 实在是太过愚蠢了 见男主渐渐落了下风 林打算上去帮忙 结果却被伊尼斯拦了下来 他直言男主已经没救了 而男主在战斗的过程中发现 这青蛙力量不强 动作也很慢 甚至都赶不上之前讨伐的哥布林 只要能撑到林和伊尼斯过来就能将气解决 不料下一秒黑死龙就蓄力喷出气弹 为了保护后面的少年 男主只能挥动巨剑将气弹砍碎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自己不知为何开始蹊跷流血 原来这才是黑死龙真正可怕的地方 他释放的气体含有剧毒 男主感觉身体被掏空 见黑死龙又要释放毒气 林赶忙想上去救男主 但伊尼斯却坚持不让他过去 只要想办法撑过这次攻击 林就有逃走卷土重来的希望 这关乎国家的存亡 黑死龙的胀气吸一口就足以致命 连六圣来都不能幸免 所以在正中心的男主必死无疑 伊尼斯用展开的神盾挡下胀气 林也在旁边帮忙进化 就在二人抵挡的时候 黑死龙的指甲突然飞了过来 等胀气消散他们才看清 男主竟强撑着身体 再次和黑死龙打在了一起 看到这一幕 伊尼斯才终于明白 顿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种行为并不是愚蠢 而是他长久以来向往追求的 哪怕失去生命 也要彻底守护他人的真正的顿 但男主在黑死龙频繁的攻势下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最后缓缓倒在地上 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误使过剧毒草药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都主动去找有毒的生物吃 即便会吐血也无所谓 最终身体对毒产生了抗性 就连能释放究极毒素的黑死龙 在他眼里也只是一道好吃的美食 刚才没来得及解毒才稍微喷了点血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点毒用微量治疗就能完全化解 黑死龙剑攻击对男主无效 于是决定蓄力用大招 但还没等他准备就绪 男主就突然出手打断施法 给黑死龙的大招憋了回去 见状男主不禁发出感叹 这么大的青蛙做成菜肯定非常好吃 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 询问白发少年的情况 听到毒青蛙时他和人约定好要带去城镇 男主懵逼了 以为黑死龙是食材 要在保持新鲜的状态下运送肉 活着的确实比死的好 之所以会隐藏踪迹恐怕也是为了安全 男主这自行脑补的能力 我只能说牛逼 通过交谈男主得知 白发少年拥有操纵魔物的能力 他们这群魔族后裔被称为诅咒之子 从小就被关起来当作奴隶 吃东西都需要争抢 刚开始这种能力被用来操纵家畜 可后来却被用于战争 杀死了很多人 这就是他们被厌恶的原因 仅仅只是看外面的人一眼 就会被无情地殴打 被人一脚踢飞更是家常便饭 白发少年觉醒了读取人心的能力 因此受到了更严重的暴力对待 但他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还手 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任务 只要带着黑死龙一起行动 就能帮上国家的忙 今后也能摆脱无缘无故被打的命运 而且还可以尽情吃美味的食物 这个承诺适用于这里的所有人 如果不接受任务的话 那么他的下场会无比凄惨 由于男人头上带着魔导道具 所以白发少年无法读取对方的内心 他只能拼尽全力读一次 对救下自己性命的男主 白发少年没有隐瞒 直接将自己魔族的身份说了出来 但男主耳朵有点大病 把魔族听成了魔族 以为他们是一个部落 男主表示他也幻想过有这种能力 可以请动物们帮忙做农活 控制鸟的话还能用来送信 晚上也再也不用担心会被野狗袭击 白发少年感到非常疑惑 询问男主为什么不会害怕 或者厌恶他的这种能力 男主表示他一点都不介意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都是能帮得上许多人的能力 听到这话白发少年感动坏了 原来自己这种人也能被他人所需要 男主也是有些无语 比起他这种普通人 白发少年明明有着令人羡慕的才能 却对自己的评价如此低 男主走过去给了他一个摸头杀 并安慰少年只要他想 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就在这时林和伊尼斯跑过来 打算为男主进行治疗 但男主却完全没有中毒的迹象 黑死龙能侵蚀大地的纠结毒素 对他竟没有任何作用 看到这一幕 林突然想起来玉圣曾经展示过的圣气 那是修炼到圣人般的肉体 及心灵的极致境界 可以净化一切毒素 或者治愈任何伤口 男主想让林看看白发少年的伤势 林仔细观察了一番 确认对方是魔族的小孩 问到应该如何处置的时候 男主经说想让他坐上马车 在交谈中伊尼斯发现少年是被国家圈养的奴隶 因为种族的缘故才被人利用 过来时他被蒙住了眼睛 所以不知道回去的路 男主建议将少年送往附近的城镇 此话一出零瞬间就想起了父亲曾说过 不要受传言所迷惑 要先相信自己的双眼 于是他不再将少年视为邪恶的种族 在经历一番心理建设后 临转头拜托伊尼斯让洛洛坐上马车 男主也表示如果马车的位子不够坐的话 那他可以下车走 伊尼斯解释并不是马车的问题 而是他们即将前往的教皇国严禁魔族进入 如果把洛洛留在半路的城镇上 那他一个人活下去恐怕也很困难 就在几人思考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他们身后响起 男人13岁便获得了屠龙者的外号 但在他成为S级冒险者后 却被公会列为讨伐对象 只因杂渡将古老的矮人炼金术钻研到了极致 灾害级的魔兽他也能独自击败 可这家伙最注重利益 为此不惜对普通人下手 甚至丧心病狂到摧毁了整个国家 他心里根本没有善恶的概念 即便强如六胜也不想去找杂渡的麻烦 但今天碰到男主算他倒霉 杂渡被雇佣来带洛洛回去 无论是死是活他都能得到报酬 话音刚落 杂渡就出气不意对洛洛发起攻击 幸好男主用招架技能抵挡 洛洛这才保住小命 几个回合地交手下来 杂渡不想和男主过多纠缠 企图越过他将洛洛杀掉 杂渡真是服了 无论他如何攻击 男主都能凭感觉全部挡下来 本着速战速决的原则 杂渡决定先弄死男主这个碍事的家伙 可这蓄力一击男主依旧稳稳接下 在恐怖的反作用力下 杂渡手中的匕首也硬生断裂 剑撞他立即换把匕首继续朝男主攻来 看到这一幕男主顿感不妙 光是靠直觉接招他便已经用尽全力了 更何况还得保护后面的洛洛 而另一边伊尼斯果断展开神盾 让林在退后一点不要被波及 因为他认出了杂渡的身份 很快男主就凭借巨剑的优势 将杂渡的匕首全部震碎 为了尽快完成委托 杂渡终于决定用出大招 用矮人炼金术将一把剑分裂成数十把 这一招可以瞬间杀死数百人 但男主却没有退后一步 即便用招架技能挡不下全部攻击 但他还可以用身体挡在洛洛面前 这一幕让伊尼斯内心开始动摇 不禁想过去给男主助阵 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 在权衡利弊之后 伊尼斯请求林能准许他前去帮忙 就在男主疲于招架之际 伊尼斯用神盾对闸杜发起攻击 巧妙化解了男主这边的危机 在神盾的掩护下 男主终于有时间喘口气了 通过观察他发现伊尼斯的神盾 并不能碰到杂肚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男主决定主动发起进攻 让伊尼斯在发信号的时候 解除他面前的神盾 牛逼 男主竟然将黑死龙的爪和牙齿粉碎 并扔了过去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杂肚就悄悄摸进来对伊尼斯下手了 好在男主反应及时 用招架技能砍断了对方的匕首 剑撞杂肚只好拉开距离 他打算今天先收工 临走前杂肚表示 王都接下来会有场盛大的祭典 这次他玩的已经足够尽兴了 所以并不打算过去凑热呢 见自己的气息还是没有效果 杂肚终于不再挣扎 身影随着黑雾缓缓消失 剑林对杂肚所说的王都祭典很在意 于是男主提议回王都看一看 此话一出旁边的洛洛瞬间就被吓得浑身颤抖 他让众人千万不要回去 因为最大的一只魔物会被送到王都 到时候整个城市都会完蛋 黑死龙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 林更加坚定了返回王都的决心 虽然伊尼斯想用雷音的命令进行劝说 但林却表示他早就知道了哥哥的想法 可逃得了一时却逃不了一世 失去故乡的话 他们早晚都会变成和魔族一样的命运 伊尼斯感觉林说的有道理 于是便同意返回王都 叮嘱林千万不要离开自己身边 而洛洛也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与此同时 王都的市民已经都被疏散到了广场避难 在六胜的奋斗下 敌人的气息大致上都已经挡下来了 雷音猜测对方会趁着我方战力 遭到分散消耗的这个时间点 展开下一波大规模攻势 但奇怪的是 现在都没有出现类似的征兆 雷音环顾四周寻找敌人 可能发起攻击的方向 很快他就发现了 云层之上的高空有些不对劲 在用消除隐蔽魔法使魔物献出身形后 雷音顿时就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国王怎么也没想到 在他正要赌上性命迎击魔龙吐息之时 男主却突然从天而降 魔龙懵逼了 在他眼中弱者就应该被强者随意蹂躏 陷入狂暴的魔龙用尾巴狠狠抽向男主 结果却被招架技能弹开 在反作用力下他又一次倒在地上 就在刚刚 本该处于休眠期的灾恶魔龙降临到王都 只是挥动翅膀就让下面的剑柱支离破碎 剑撞王子赶忙派手下去带普通民众前往城外避难 与此同时六圣又感知到了魔力反应 众多的小怪牵制让他们无法集合在一起 急而想让国王出城避难 可国王却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做 之前没有把不归迷宫交给皇国 所以对方才不择手段逼迫他屈服 为了给国民争取避难时间 国王没有犹豫直接来到最高处 即便他打不过魔龙也要毁掉这家伙一只眼睛 可魔龙根本不给他机会 上来就放大招 魔龙吐息能将整个大陆化为焦土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开始担心国王的安危 但国王却非常平静 他在最后也要忠于自身的使命 让魔龙见识一下人类的骨气 这一招爆碎魔剑需要将所有魔力注入其中 但让国王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男主竟突然从天而降 用招架将魔龙的吐息给弹开了 原来他们发现坐马车时间来不及 为了将灵的哥哥和爸爸救出来 于是男主提议用消灭哥古灵的那招 只要有巨剑在中间抵挡 巨大的冲击也不会有问题 伊尼斯将神盾展开 男主则站在中间的圆筒位置 见一切都准备就绪 灵果断上前开始叠加buff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次的冲击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 男主在被击中的一瞬间失去了意识 在旋转两分半后他这才清醒过来 随即用身体强化越过围墙 静止朝即将吐息的魔龙而去 所以才发生开头的一幕 男主完全是为了保住小命 如果没使用招架技能 那这一口突袭下来他肯定连灰都不剩了 趁男主在和魔龙战斗 伊尼斯打算带着林把国王救出来 结果下一秒他们就遭遇了危机 幸好伊尼斯及时用神盾将攻击挡下 随后他叮嘱林千万不要离开这个范围 因为三个哥布林皇帝正缓缓靠近 虽然体型比不上之前交手过的那一个 但依旧是实力强大的存在 回想起男主曾说过的话 林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他告诉伊尼斯眼前的对手只是群哥布林罢了 和魔龙一比简直屁都不适 面对哥布林皇帝的进攻 林想用冰锥应对 可这种攻击连防都破不了 在这关键时刻 洛洛用控制魔物的能力 让三个哥布林皇帝停下动作 林抓住机会将其冰封 然后伊尼斯把神盾变为神剑 而男主这边也是和暴怒的魔龙开始战斗 不断用招架抵挡攻击 只交手了几个回合 魔龙的爪子和灵片就伤痕累累 男主的武器却完好无损 剑撞魔龙只好使出杀手锏 飞到天上酝酿吐息 魔龙落在男主面前朝他大吼 看起来非常生气 因为他明明将男主认定为敌人 但敌人似乎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龙是种骄傲的魔物 对自己的强大身心不疑 而经过刚才的战斗 魔龙发现弱者其实是他自己 随着最后一次对拼 魔龙的牙齿都被打掉了一颗 这时候他眼睛里的鲜红才终于退去 趴在男主的面前摆出了沉浮姿势 看到这一幕男主有些纠结 因为小时候父亲曾经给他讲过屠龙者的故事 只要将邪恶的龙斩杀 就可以把他的鳞片 爪子 牙齿和骨头 当作制作顶级装备或药品的材料 为当地带来巨大的财富 可思考再三 男主还是没有选择成为屠龙的英雄 他将武器插在地上 然后坐在魔龙面前 这个国王怎么也没想到 能一发秒杀灾恶魔龙的光之枪 远处的男人竟然可以轻松挡下 男主如如无人之境 上万人的军队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不但士兵们的武器和盾牌全被打飞 而且他们用魔导技术做出来的 纠集兵器也全部被瞬间摧毁 当男主来到国王面前的时候 这家伙竟然直接被吓尿了 就在刚刚 男主彻底将魔龙打扶 在和林会合后 他请求大家能让魔龙回到原本的居住地 经过商讨 林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随后洛洛用自己魔族的能力和魔龙沟通 魔龙表示只要是主人的命令他都愿意服从 结果男主误以为魔龙是认了洛洛为主人 于是他便让洛洛拜托对方回到原本栖息的地方 并且以后不要再危害人类了 没过多久魔龙就遵从命令 扇动翅膀飞上天空 静止朝自己的居住地飞去 可不料下一秒一便突生 远处的一道光束正好将魔龙击落 原来这都是魔导皇国的阴谋 魔龙只是他们的棋子罢了 国王命令手下按计划行事 召唤出全副武装的士兵 没有人能挡住他们的攻势 有下属想劝说国王不要发起战争 可他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把不归迷宫抢过来 书写新的历史 而另一边男主几人过来查看魔龙的情况 但还没等他们走近 灵就发现了远处有魔导皇国的军队 恰好这时国王也发现了他们 看到神盾伊尼斯在灵的身边 国王还以为王都没有被移为平地是他的功劳 于是他命令手下发射光之枪 无论对方的实力有多强 只要被击中就会瞬间蒸发 伊尼斯发现可能有危险 所以便提前让灵带着洛洛退后 但还没等他做好准备 光束就射了过来 幸好男主反应迅速 用招架技能将其挡了下来 见几人还活着 国王虽然搞不懂情况 但还是下令让手下再来一发 与此同时 灵也反应过来对方是魔导皇国的军队 现在王都的兵力远不及他们 伊尼斯和灵提一先撤退 然后再和其他人会合 可当他们看到男主沉默不语时 脸上净露出了笑容 突然攻击从远处袭来 伊尼斯展开神盾进行抵挡 但这么做根本无法动弹 于是男主决定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 给他们三个人争取逃跑时间 结果灵徽错了意 还以为男主是要利用冲击过去大干一场 趁第二发光束还没蓄力好 男主赶忙使用身体强化魔法 应接下了灵的风暴破 这次他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随后用招架技能将前方的攻击弹开 由于冲击的势头过猛 所以男主只能放手一搏 孤身闯进了上万人的军队中 将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和盾牌全部打飞 看到这一幕 后方观战的国王顿时就傻眼了 男主如同神兵天将 但却没有对他下手 只是回头看了国王一眼 随后便又投入战斗 将能阻挡魔龙吐息的英雄之盾全部破坏 剩下的那些士兵在他手中也撑不过两秒半 见男主一直盯着他看 国王还以为对方要进行斩首行动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根本没工夫搭理他 而是继续下去将足以烧穿龙鸣的光之枪毁掉 做完这一切的男主来到国王面前 他手里的黑剑是国王最渴望取得的迷宫遗物之一 国王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男主手中 并且黑剑的重量一般人根本拿不动 就连那个怪物都要用双手才能挥舞 他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类能凌驾于克雷斯王之上 突然男主脸上露出笑容 国王猜想之所以不直接杀了他 是为了给予他屈辱 等进行完弄过之后才会把他凌虐致死 想到这国王被吓尿了 连忙起身逃走 骑上自己的马都不敢回头 骑上自己的马都不敢回头